今天继续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印度的亚利安人 在上一期视频当中我也聊过了 这亚利安人呢 骑着马唱着歌 就把印度版的孙小宝给团灭了 建立了另外一个文明 叫做废陀文明 后来发展成了婆罗门文明 可以说总性制度就在这个印度大地上 开始开花结果 形成雏形 也是奠定了印度长达三千多年 那个总性制度 这个亚利安人 懂历史这个人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民族很不简单 非常牛的一种存在 就连阿战时期的德国希特勒 当时写了一本书 叫做《我的奋斗》嘛 这个书中就提到了 日耳曼民族是高贵的亚利安人的后代 这里很明显啥呢 就是扯淡 这个亚利安人和日耳曼民族 在本质上不是一个民族 为啥希特勒还要硬生生的认亲呢 这里不是我推翻当时德国的一个美梦 是一份报告 一份来自于美国的DNA技术研究出来的这个世界人种基因的图谱 这个图谱就看出来了 对的亚利安人的后代说明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再看看日耳曼民族是如何演化而来的 历史上他们这个日耳曼民族是啥呢 是起源于瑞典挪威森林那边当中的 应该说这个吴白老师唱过一首挪威的森林 就是那块的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 也就是说那个是斯坎德纳维亚半岛里面出来的一只人种 我们了解了日耳曼民族这个由来以后就很好解释这个希特勒说日耳曼民族是高贵亚利安人这个话题了 大概是无非两点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啥呢 希特勒是历史文盲 他不根本不懂历史 是不是 第二点呢 是他便于统治 按真正的历史来看呢 日耳曼民族是起源于深山当中森林当中 刚才说了啊 挪威森林吧 显然是很低级的一种感觉 这对于统治是不利的 这很难激起这个民族的自豪感 那么我们说这个亚利安人 那必须很高大上了吗 是本来啊 这个亚利安人呢 就是啥呢 能争贯战 要知道啊 亚利安人除了没有灭了中国以外 可以说把四大谷国 三大谷国都让他给灭了 消天了 那么后来的亚利安人又发展了三大分支 东边有突厥 西面是罗马 中间是伊朗 这么说吧 这中亚一大批这个民族啊 都是这个亚利安人那个后代 直到现在有一个语系叫做啥呢 印欧语系 就是啊 印度与欧洲这一带这个亚利安人 这些民族沟通的一种语言 而希特勒这一琢磨 是不是 如果这个亚利安人是他们日曼民族的祖先 那可以啥 团结很大的一部分力量 估计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和考量吧 当时就大力宣传自己的日尔曼民族就是亚利安人那个后代 这就能极大的激起民族的自豪感 可以说呀 说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还想起了咱们中国的有一段历史啊 就是著名的秦始皇出身之谜 那么到底秦始皇 嬴政姓赵氏还是吕氏这个问题 其实这件事情呢 和我今天要讲这个希特勒这个事情呢 有多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 就是大家接着往下听啊 可以说提出这个说法呢 大家放一万个金肯定不是谁啊 不是秦朝人提出来了 确切说呀 是汉代人提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那个汉代刘邦打下的天下以后呢 大多数都是延续了前代这个大一统的思想 包括法治 哎 包括人文 但是后来刘邦死了 你说这个刘盈登基为汉惠帝嘛 汉惠帝还非常柔弱啊 就可以说优柔寡断吧 于是这个大权就渐渐落入了吕后手中 而这个吕后啊 为了孙礼成长这个统治嘛 那就啥呢 安排故事呗 对不对 说你看秦始皇他姓吕啊 吕不韦的儿子 你说古人是纵是血液血统的 哎 吕后和吕不韦还是老乡 哎 这就可以造势啊 你看你们刘家夺了谁的天下 秦王嬴政的天下 但是秦始皇人家姓吕 也就是说我们老吕家的天下 好不好 哎我们拿回来 这不是孙礼成章吗 那我们吕家那就是很根红 苗正的 是不是 说白了就是啥呢 为了自己能够更好的统治汉朝 找到一个美丽的借口 哎 这可不是我瞎说的啊 我刚刚的观点呢 也是出自百家讲坛 这个资质通鉴主持人丁万明老师的一种说法啊 那么我刚才列举了半天的例子 只是想说明一件事情 雅丽安人在历史上是很牛逼的存在啊 啊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他给印度山这个命名也能看出来他的非常牛啊 为什么说他牛呢 你看印度地理位置属于啥呢 三面环海一面环山 而这个山呢 中间有这么小口子 小火口 也就是说这个星都库深山脉 还有这个苏莱曼山脉 哎 中间有这么个缺口 这个口子也成了印度不断被外族入侵蹂躏的开始 而当时雅丽安人呢把这个山命名是叫啥呢 新都库什 而这个新都库什这个在雅丽安语当中是啥意思呢 就是啥呢 杀死印度人那个大山的意思 搞笑吧 相当于啥呢 你叫张三而你住这个房子叫做干死张三 哎 想想多可怕啊 更可笑的是这个新都库什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 哎 刚才通过我这一系列的说法 是不是雅丽安人非常牛啊 认为牛的话给个赞 好 今天风格八点半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